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好 找我什么事啊 喝什么 柠檬水就行了 两杯柠檬水 你进迪欧这么久 我也没有试过和你坐在一起聊天 聊什么 这个珊珊 她 她有什么好聊的 我希望你能放她一马 不管是降薪还是调职 希望不要开除她 人事部已经在走手续了 恐怕这件事情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就你一句话 看你愿不愿意 我当然不愿意了 就因为她顶撞了你和刘瑞 其实那天的事情 只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开除她不仅是因为那件事情 而是因为她一贯的作风和表现 坦白说 假如她资质平庸 甚至像曲弯弯那样什么都不懂也没关系 她肯学肯干 我就可以用心地带她 可是如果她资质平庸 还心术不正 这样的人不符合我的用人哲学 所以 我不会把她放在团队里面成为害群之马 心风作骂 你的用人哲学 你真以为迪欧是你的 你什么意思 这样吧 这里不是办公室 我们不要就事论事 我们谈情感 你知道为什么我请郑珊珊吗 她当年是帮别的公司收账的 第一次见她 她和她老公拿着铁棍来找我 当时我们公司欠了一屁股债 站不上确实没钱 我跟她说 要钱没有 要命一条 她二话不说就把我放了 第二次见她 我在跟代理商喝酒 希望可以拿回欠款 喝得烂醉如你 不省人事 差点被那些男人占便宜 还好她及时出现把我救了 所以我请她来迪欧工作 我知道她这个人看起来 有时候没有什么文化 很没有礼貌 但在最困难的时候 是我们一起扛过来的 所以我恳求你 我希望你放了她 你说得让我很感动 但是对不起 我不能答应你 从李南到皮特再到山姐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我也是有底线的 这一次不是我行 要怪就怪你 是你自己害了的 抱歉 你快点 别让人认出来 快点 你们两个疯了 余总 我 我们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我这不是为我 我也是为您啊 我也咽不下这口气啊 但这样付出的代价 胃免也太大了吧 余总 这瓶子里装的不是硫酸 对对对 是尿 我们也叫恶心啊 星达 看那药物原味的样子 我跟吃了仓一样 这叫移报吗 移报 收起这低级手段 你以为你这样做 能转夸许诺吗 那 余总 您说怎么办 上车 给我 我把他给扔了 沈总 沈沈这个人又直又冲 但是她对事不对人 不就是跟许诺顶撞了两句吗 有必要把人家开除吗 很多事情我能够理解 不表示我应该接受 郑沈沈自己做错事情 还公开挑衅 对她的上司进行人身威胁 影响太坏了 她必须开除 这个决定 不只是许诺的决定 也是我的决定 员工做错事情 我们可以将她的指扣 她的奖金 但是她为公司付出 这么多年了 你现在把她开除掉 有必要做这么绝吗 她曾经为公司付出过 但是公司没有亏待她 她当初收回来的 没笔款项 我都给她超高的回扣 她妈妈的医药费 她的儿子的入托费 都是公司报销的 公司没有对不起她 但这两年她做了什么 尤其是许诺入职以后 她除了拖后腿 她为公司做了什么 说到底你还是护着许诺 听她一面之词 我不管 珊珊跟了我这么多年 你不准开除她 经理就职论事 她必须走 如果许诺可以行使 总监的权力 开除郑珊珊 我也可以行使 副总裁的权力 把郑珊珊请回来 你不要忘了 李南的事情 我已经给从你面子了 你自己答应我 如果有通常的事情 才发生 你自己答应我 你自己答应我 好 余总 沈总这也太不念旧情了 这典型的 有了新人望救人啊 想当年我们替公司卖命的时候 她许诺在哪儿啊 凭什么她一来 就可以腰五喝料的 我说两句就要把我开了 沈总居然还支持她 不行不行 我阴门下这狗欣 我去找东西 快快快 余总在呢 她肯定会帮你出头的呀 我不会去找董事长 我 我不会去找董事长 为什么呀 别说是你了 我也不行 现在这个情况 如果让董事长觉得 我们无理取闹的话 连他都不支持我 我们就完蛋了 那怎么办呀 我就这么忍了 不能呀 余总 我这可都是为了你 要不然我干吗 跟许诺刘瑞腾过不去啊 我反正怎么干都是干 又不会少一分钱 再说了 我这么较真 不都是为了您吗 现在我被开了 您要再不帮我出口气 那我可太委屈了 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走的 杉姐 你就休息几天 全当休假了 这件事 余总不可能不管 你想啊 全公司的人 都知道你是余总的人 这件事 不只是你跟刘瑞 许诺之间的较量 这是局面之争 如果真的让许诺 把你给开了 余总自己脸上也挂不住呀 对吧 所以你放心吧 嗯 你 睡觉 睡觉 室 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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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